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名字操盘必读 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5号星期三 那么一周又将近过去了一半了 那么在我们正式的旁边讲解之前 首先给大家去透露一个消息 那么我们年后的话操盘必读可能会做一个全新的改版 那么视频和文字的呈现方式的话 都可能会分为公开版和学员版 因为如果是大家不了解老师的交易方法的话 其实直接去运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你可能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样去布局 这样去操作 所以说可能会分开 另外的话大家希望特曼必读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 那么大家喜欢老师对哪个品种的分析 那么希望我们操盘必读中增加或者是减少哪些的内容 以及操盘必读中哪个的部分对大家有帮助 或者大家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 那么可以添加我们的点评师的微信 将您的想法反馈给我们 那么也是期待大家的意见跟建议 同时的话也是欢迎大家那么转发分享跟评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盘面 昨天的棉指数价格冲高回落 一根的场上也先收线 其实大家通过K线的分析能看得出来 在97.40的上方是存在非常强的一个卖压的 每次当价格反弹 比如说你会发现 当价格反弹到了97.40的上方 在一些空中打压把价格打回来 所以说棉指数的话 在金明两天 包括这一周的话 我们都还是可以关注价格的一些回落的风险 同样还是给它一点时间 另外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非米货币跟金 那么黄金的话 昨天价格是在击穿了4小时的60均线之后 那么再度的反弹 其实我们发现 黄金它并不满足真突破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法则 同时如果大家学过我们二元课程的话 会发现 那么亚盘的回落 而欧盘的反弹 这意味着 那么美盘你是同样不可以进入空单的 所以昨天的话 这样的一个空的话 老师也特别提示到了 你一定要关注一下 它是否能够有效的突破 突破之后 那么我们往下去看一下 要500是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 没办法有效突破的话 你还是要防范价格的反弹风险 而目前的话 大家会发现 黄金再度的站上了均线的上方 同时小时级别有往上突破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 今天的黄金还是有比较大的反弹风险的 那么这也是 大家需要多注意一下 如果是小时级别收线再度的收羊了 那么接下来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位置的收线可能就会是一个 类似羊毛衣的K线组合了 也是意味着短线之内的反弹风险 可能会增加 网上的话 如果是反弹的位置的话 大家还是去关注我们在之前布局的1580上方 当反弹1800上方之后 我们可能会关注再度的回落风险 那么这个是黄金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是真的一个大阴线直接突破下去的话 那么我们往下直接看到1500的这种胜率非常高的 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发现它是假突破 假突破的话就意味着可能会是一些主力在右空的一些筹码 一些贵的右空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防范 那既然主力在右空 它真的意图可能不是往下 可能是往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还是要多去防范的一些反弹的风险出现 我们周初 关注的反弹 它没有真正的反弹到位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它是否有一定的那么反弹的机会出现 那么这是黄金 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欧元 欧元的话大家发现价格还是在四小时的均线下方 昨天也是一度的往下去走了一波 但是没有跌破1.11的支撑 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我昨天的观点 你有多单的话 还是可以通过这种保护损的方式去持有 同时的话1.14的位置也是需要 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那么另外的话是看到的英镑 英镑的话其实昨天还可以 我们可以说布局了有一周的1.2950到1.2980 这个区的多单的话 昨天拉升到了1.3020的上方 我觉得应该有50个点到80个点的盈利是可以去拿到的 而目前来说的话 它燕是一个日线的均线支撑没有被跌破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持有 然后网上的话先去关注一下1.3030的位置 看一下 30的位置我们来看 这个目前是在20已经均线慢慢的变化 变化到20附近了 那么关注一下目前已经小时级别上破了 上破之后的话 这个多单的话 大家可以再次往上去拿到的位置 在1.3060附近了 这个60附近的时候可以做个简单动作 然后关注一下能否网上再度上行 澳元的话也同样 澳元的话 昨天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0.6910附近捡仓 剩余持商的话 也是通过保损方式去持有 看是否有往上去 那么继续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同时的话也特别注意一下 无论是对于澳元还是对于英镑 还是对于欧元 这三个品种 一旦跌破了日线军线支撑了 也意味着我们之前所布局多单的位置被击穿了的话 那么大家就要防防 那么非美货币可能还是会均往下去走 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再往上走一波抵达我们的目标位置 但是一旦发生了一些 我们并不想看到的一些 比如说不理想的情况的话 那你也要知道怎么去应对 另外的话是纽约 纽约的话 0.66的话我们不觉得多 但如果大家有操作的话 应当说保护损可能有的团圆就被扫掉了 没有关系哈 那么目前的话纽约 它保护损的话 其实意味着你还是没有实质性的一个 我们说 本金的一个减少 就它是个保护损嘛 它是保护你的本金不被我们说市场吞噬掉 所以目前来说0.66的位置 虽然说还有支撑 但是目前的话有被击穿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重点 纽约的话 它其实没有像欧元一望和澳元一样抵达 它是支撑 但是0.66的话 它是周线的一个支撑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是做空的话 也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哈 如果是你没有持仓的话 你就暂时可以光帮助放弃这个品种哈 因为目前的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不适合你去空单 而多的话 若是你有持仓还在的话 或是你想去持有的话 你可以通过止损或者是保护损放置去持有 如果没有的话也暂时就光帮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下 美日美瑞跟美加 美日的话 其实今天早晨老师在策略中给大家提到的 策略是关注110上帮的一个空投的机会哈 我们发现其实 算说109.70的位置被上破了 但是它的周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压力 是没有被破坏的 所以说在110的上帮的话 其实还存在一定的空投的防守的 所以对于目前的今天策略中的美日的话 老师可能会建一个高抛低息的思路 如果是你激进的策略的话 是选择110上帮的高空 和下方的109点 我们差不多应该是65和1109.35的这样一个低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波回落 先看一下小时的 我们看一下小时 小时已经被 已经这个差不多 应该数字的可能性还是这个 不是特别大 我们关注的低多位置的话 在109.35的位置 109.35的话 它是低多的机会 上的话是110上帮的话 可能一些高空的机会 那么这是一种偏近的一个策略 大家可以去 给你自己的风格去选择 另外的话是美瑞 美瑞的话它从本身来说 昨天我们其实关注的是有 它在0.9680附近的低多 和上方的0.9830附近的高空 目前来说的话 价格还没有跌破前低 那如果是有跌破前低的话 大家就后续再选择 跟随一小时跟四小时的均线压力 去做空单 那么在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我建议不要去做空单 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更差 还不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是大家学过那老师方法的话 你可能会选择在 A下坡均线之后 这个位置就选择去做空单 那么你是可以去抓一步行情的 现在的话跌下来的话 不适合去做空单了 还是去关注一下 这一块的下方的支撑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在0.9670的 这个支撑附近的话 能否有效的支撑价格的一些 气氛反弹 那如果是跌破前低的话 那么次了就可能会做出调整 那么每家的话 我们昨天所计划的一些高空跟低吸的位置 都没有给到 高空在1.3150 低多的话在1.2980到1.30的位置 现在还是可以暂时 这个耐心等待 还没有到达五角理想的一个 做单的位置 另外是原油 原油的话 其实昨天我们在58附近 关注了一些低多机会 给到了一波70个点盈利 不是特别大 没有往上给到更大的空间 那么今天的话 还是去关注58 58它是周线的支撑 所以说还是会看好 这一块支撑的一个 我们说多头的抵抗 所以说可能会在58附近 关注它的反弹 反弹位置的话 先关注一下 58.70 上面58.70之后 再往上看一下60.10 60.10 那么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 我们说高空的位置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各频的情况 整体来说的话 今天还是去关注两个品种 第一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的走势 直接决定了非米货币 接下来怎么走 另外的话是关注黄金 因为黄金的话 这段时间其实交易机遇 还是比较多 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 好哈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 各频种的情况 也是 那么祝大家将于顺利 我们